這邊 來把鹽巴倒進去 那會不會死掉 存水的 不會啦 你喝喝看 絕對我死 我們拿來存水 因為身體不好 自來水的 所以你可以吹泡泡 所以 針釉水是存水嗎 針釉水算存水 所以啊 然後針釉水還有什麼水是存的 你怎麼變來啊 好像在這裡 我們對裡面塗 看這種水 所以 工業酒精 繼續攪拌 喝酒的 就是 那個 就是喝那種酒的裡面的酒精是差異的 它只是那一顆 同樣的酒精是甲醇 你不然它是乙醇啊 白白的一顆 你看 水裡面的鹽霸已經融化對不對 當然甲醇裡面有沒有融化 爆炸 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沒看到它融化對不對 那水裡面的鹽霸已經快融光了 我覺得它已經缺乏某種能量它才不會融光 應該在裡面點 所以 酒精可以浮在水的下面嗎 酒精可以浮在水上面 它就是水的體積比酒精太膩 所以它可以讓它融化 所以酒精的密度比較小 水的密度比較大 然後呢 我還以為它從頭到尾都沒有融化過 所以我說融化 我們這個實驗就做到這邊 這個水裡面的 水裡面的鹽霸已經完全融解了 但酒精的甲醇的 甲醇的鹽霸裡面都沒有融解 我們要把甲醇刷掉了 到此為止